高雄未來不要讀 民進黨高雄市議員參選新人 組成高雄清廉縣和象徵下一代的小朋友 共同戴起反讀口罩 抗議來迎高雄市長參選人提出的讀場證件 高雄市民不是韓國瑜的小白老鼠 高雄市更不是韓國瑜的實驗室 一出方向作版的一些政見 支持我們高雄市的對立 拒絕賭場在高雄參選議員新生代 陸續簽下反賭承諾書 對藍營拿賭場當拼經濟的手段不以為然 也不希望說高雄未來 不管是在任何的一個角落 都變成一個黃賭的一個地方 提出這種賭場的政策 這種草短線 這種不顧未來 不顧我們下一代的政策 表達強烈反對立場 高雄清廉縣成員 也在各自選區架起大型看板 搶打綠營反對賭場捍衛母語 挑戰藍營高雄市長參選人主張 還要藍營議員表態 造成治安敗壞 家庭失和 這樣賭場的政策 難道高雄市的經濟 需要靠賭場來救嗎 許多選區的國民黨籍議員 在韓國瑜提出這樣政策之後 沒有任何的表態 兩種不同主張形成強烈對比一目了然 參選議員的民進黨新生代 用洗目看板反對賭場等政見 直接向藍營下戰帖 蔡英勳的許相翁 翁英文高雄報導